本土确诊病例破百 才第二天就让双北医疗量能打崩溃 市议员爆料竟然有确诊病患 迟迟等不到救护车 他开头就说请我救救他太太 因为他太太已经被通知确诊 可是一直等不到救护车 确实台北市的病房调度 已经出现了困难 从全国负压隔离病床 就可以发现现在空床只剩297床 台北区负压隔离空床 更只剩51床 而全国专责病房空床 仅剩1165床 但双北只有209床 可见病床严重吃紧 疫情大爆发不过两天 为何病床量就拉紧爆 医疗量能就大崩溃 在政府说好的超前部署呢 收纳轻症的病例的 所谓的方舱医院 或者是我们的集中检疫所也可以 政府如果没有规划 到现在要筛爆了 再来规划 当然就会延误了一段时间 所以这个是政府 没有超前部署的一个后果 我们台湾因为自大跟自满 所以整整一年的时间 我们负压隔离病房 几乎没有增加 也不用再去做这些 什么大内宣大外宣 就是把所有的医疗能量 全部都拿出来 不论是扩大集中检疫所 还是新建方舱医院 只要能缓解清真患者 浪费医疗资源 都是政府不能再等的 当务之急 记者程序 徐国豪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